接著到下一套,這套真是破了紀錄 他創了只有第一套 第一套一季動畫變成兩季化 他是只有半季動畫 畫表面有半季 創了幾個仙河 首先就是第一集已經是遲播 然後只有半季 然後半季裡包括了三集的總集片 突翻 不要叫作片,叫作突翻 接著要講的就是世神者 這套原著遊戲改編 動畫版由Unfoughtable做的 表演一出來,第一集我都說 沒那麼多錢,沒那麼多時間,沒有畫風畫 不是,我這樣說的 最大的問題是那個畫風 你看第一集突襲片時,他有講過一個問題 就是他找了一個所謂的動漫評論家 好像我們那些 當然人家專業很多 接著他就解釋說,究竟世神者的畫功是多麼厲害 但問題在於 就是,他說的那個厲害 是說少了一件事 沒錯,他的確是可以用CG的方式 好像插畫CG方式的形式去表現出來 但麻煩你,你張數不夠啊 其實很明顯的 就是平時你見到靜態畫 就沒有問題的,很漂亮的 一度打就好像很厲害的 好像很適合 會很適合 不是適合,是光影根本上對不到 他說的問題是對的,沒錯 他可以做到很仔細 信息情報量是可以很高 但是,你的畫面跟不上信息情報量呢 那你覺得是錢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呢 我不知道究竟哪一條蛋閃 說要用一些這樣的畫風 但很明顯這個決定是錯到阿媽都不能認得 而錯到的程度 根本上他自己是要不停合作 去不夠時間做啊 因為那個其實就是什麼呢 他不停在第一集的 因為其實我沒有看完 我看了兩集總集片已經定不成了 我已經看得太悶了 我忘記總集片 你飛去吧 看完片就算了 真的只有六集 他一直在說那個問題 就說信息情報量很大 他不停在說 很多事情做 我都知道你有很多事情做 但是為什麼你要用這種方式 去表現出來 是不是表現出來漂亮了呢 我不覺得啊 他很神奇 還沒見到同期他們宣傳動畫 新一室遊戲 的宣傳動畫的時候 那個畫風 是用回他原本 就是第一、第二代的畫風 是沒有東西的 OK 很漂亮的 為什麼動作感 為什麼動畫要用這些畫風呢 他想挑戰 但是老實說 你用這套作品去挑戰 我不知道有什麼商業因素的東西 但是這套作品 你挑戰 沒有啊 你挑戰出來之後 其實你現在的結果 告訴我就是 你不成功 你根本壓迫不起那個 你應該說 你低估了 你做這個畫風的工作量 就是看見他不斷延期 又說 現在下季再做 我覺得 一開始 你們有沒有估計到 自己畫這個畫風的時候 要用多少資金和時間的呢 是不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呢 其實發覺 做不了了 那又怎樣呢 然後就有三集 我記得其實他很值得 他兩集中 他經常說 那個社長 那個代替翼就說 那些CG的人 真的畫得很厲害 很辛苦 雖然他們不出名 然後我覺得 你說這一句 如果讓他們看到 肯定是嘔血的 告訴你 我就知道我辛苦了 我就知道 我辛苦完之後 我是出不了名的了 但是 現在是你要的 你的名字 會有的 但問題 還有有沒有人家 想叫我OT組 我肯定要OT 所以我覺得 你選擇挑戰 在於是你能夠挑戰成功 挑戰不是一個分章 你可以說是一個分章 但是你失敗了的話 你不要用這個 作為你自己的擋箭牌 那你講了這麼久的話 不行 這個畫很有特色 但是效果不理想 他唯一叫做 我覺得 他這個 是在景點裡 才能反映到那個畫工的東西 場景 就算是 鏡頭轉移 也好 因為光影效果沒有人家 那麼誇張 因為這裡其實最大的問題 他自己都說 光圓 你普通動畫只有一個 他那裡幾乎是打三盞燈 你 老實說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我雖然說一句 你用3D算了 還欺負一點 你說的方神 就沒有問題 因為方神 不是用 全部都是方神 用3D表出來的 但是人不是 人是滑出來的 方神 只要埋身戰的時候 發覺那個人好像很虛虛的 好像是 就出事了 即是平常的炮擊戰 沒有問題的 遠距離 一到埋身戰打 發覺人和一隻怪 好像不一樣 而我覺得 衍生一個問題 應該都是動畫的流澤 我猜算 因為其實 今次的監督 他有監製動畫經驗 但是他不是做翻造的經驗 他是做劇場版的經驗 那是劇場版的質素 所以 就復了 我覺得 在劇情上 肯定是拖了 不是 其實 我覺得工作量未必是遇不到 是在劇本上 因為這套劇本是何其地爛的 動畫版 你不要說動畫版爛 我也同意 動畫版很爛 他用了一個 所謂的 我們之前也說過 用了一個新的原創角色 空目 空目 空目熊年 這個角色 我們也說過 這傢伙是一個冷星的角色 空目連話 應該是 這個角色 是一個 你不知道他在做的什麼角色 不是 他的自殺和行動 在每一集都有不同的表現 以及高低 很神奇 去到第三集 女角出現另一個新型 Elisa Elisa 出現的時候 跟著 開頭說到她好像是 經驗豐富 但原來 他們的目標就是 要建造一個避難的島 那個島 其實就要用方神的核心做 然後 他們分隊的任務就是 接觸 打核心 即是一個遊戲的流程 對 不是這個問題 他這樣改 我真的無所謂 但我覺得做出來 好像很搞笑 哦 我 讓你選擇一個任務 你想選擇 兩隻大型 還是選擇 六隻小型 這個才是愚蠢 我告訴你 當你整隊裡面 只有一個老手 兩個新手 有一個新進來 還不適合馬 跟我說要打大怪挑戰難道 你是不是想死 給你們 我覺得這個人 癡鬼 你把整個東西 他又不想 他又想給你一個遊戲的氣氛 但是 他給你一個遊戲的氣氛 之後 就完全當 背景是透明的 你都會說 這是一個危險的世界 就是 副隊長說 你第一分隊 就算龍打不在 都不要這樣 就是 每個人都很有勇氣 想打 想越急挑戰 不如我們越急挑戰一下 難道 你這個不是DOTDAY 死了 死了是真的會死的 所以我呆了 我在想 超過一半的人 是新手 有一個不聽話的 你跟我說 越級打怪 是否想死 如果真的出事 然後 在打怪 然後撞到 被 亂入 有一隻 天父亂入 黑色的方神 黑獅子 黑色的方神 亂入 然後 原來就是 Alissa的殺父仇人 然後Alissa 無力化了 重點都還不在這裏 重點在於 什麼呢 那隻天父的神道模式是很奇怪的 而我們是不瞭解 不瞭解 不瞭解 風神的情況之下 他出現了一隻這樣的角色 這麼有智慧型的角色 其實他跟這個人是沒有分別的 其實他跟這個人是沒有分別的 五分之一的劇情 是說 什麼叫做神與細胞 五分四的劇情 就是 他們的小隊在打怪獸 究竟 神與細胞 對 五分四的劇情 有什麼幫助呢 是沒有幫助的 不是 現階段沒有 我剛開始 新番火和眼睛都說過 這套劇 是後面才說的 你不要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 那些官員看不明白 二來沒有需要 劇情就不會拉到他 我覺得你把這個 其實你直接找一閘 去代替了他 算了 而他那裡 你知不知道 那個位置做出來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是一個工作量的考慮 因為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那個位置是黑白的 代表什麼 我不需要那麼高的信息情報量 學到那個位置 專業動畫評論員說的 就不用那麼高的情報量 其實是錯的 那裡的信息量才多 我想故事切地講的 是非常重要 其實我跟你說 你明明有一集每億片 那集半小時 全部都是這個過去的劇情 其實還好 我現在每一集給我們 我忘記了常常說的 以這個位置你當是 極東支部的司令 因為他就是其中一個人 你當他在回憶那件事 為什麼我要建這個島 那是不是會好一點呢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個島為什麼要建 我鬼知道 為什麼要用方神而失落 我又怎麼知道 為什麼龍膽發現了之後 要殺死他 我又怎麼知道 為什麼連華是新營 新營有什麼特別 我差資 新營可以變形 就是這樣 即是我的動畫版 可以變形 可以自己捕食子彈 即使你OK 就是這樣 究竟 為什麼 死神 為什麼死神就是人類的希望 我怎麼知道 他媽媽生了出來 他媽媽就死了 我怎麼知道為什麼他希望 死神的故事 即是原本 原版的 後補部分才會做到 因為動畫到前面 是沒有他的氣氛 即是 這個故事裡面 他帶著什麼都帶著 我怎麼知道 你不要問我 你看下去 你看下去之後 你看到的 所謂戰鬥 也都是極其無聊 我們剛才說 就是 天父那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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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模式很划算 他殺任何平民 是最激 但是殺任何主角方的勢神者 打完一拳之後 是不理他 然後 最划算 你見到就是 為什麼 連華被人拆到 破土而出 都沒事 然後他說 他回復能力高 你不是不知道嗎 他就說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 世神者的身體能力 是好過正常的 但問題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肌肉不會那麼高 有時候 我覺得 有些皮外傷 或者骨折 折骨折 我覺得你不死可以 但有時候 長尊肚冷的 我覺得 那些表達畫面 是很差的 如果 我純粹說 智能力高的 你要他不能動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是很鬼熱 而這個 叫做什麼 連華 的身體能力 他的回復速度快的原因 是 他回去獲救後 才告訴你 你很硬來 我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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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殺人 都可以 不是 最奇怪 就是 因為他這段是很搞笑的 所以我回到前面 你背景設定了 我覺得他佈置了很多廢話 背景設定 連華 之前在外面生活的 是 OK 沒有看你背景設定 但他完全沒有說過 好了 這幾集 他和Alisa在外面流浪 他完全沒有發覺 在外面生活過的知識 他是沒有的 他做不到 反而他濃淡 反而他濃淡 你會死 這件事 原作沒有這個設定 你不要亂加 你加不緊要 你要創造 主角的覺悟 我覺得OK 但是 問題在於 我從來都不認同主角 這真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是對主角沒有認同感 他講的事自然 就是沒有說服力 你背景設定到 他是一個外面來的人 那OK 但是後面的劇情 完全行至本 這個關係 你覺得他在場面生活 沒有分別 他都是不普通人 他沒有經驗 他沒有東西 他的設定 是橫設定 但表現出來 是這件事 你不會讓我見到 因為他是在外面生活 所以你當他野性難順 也好 什麼都好 所以他很難控制 所以 應該說 所以他的行為 才會這麼奇怪 然後最抵死就是告訴你 什麼呢 外面進來又怎樣 我們所有人 當然是由外面進來 然後我說 那 那 空母是什麼 他的設定是什麼 沒有 他是一個 色情能力很高的人 他還生幾年名 是不是很悲劇的主角 你是不是要為他哭 流兩對眼淚 沒有的 你論上 玩完就知道 每一個主角都是悲劇的 大佬 整個Dassel對Missler都是悲劇的 而問題就是 適應性就是 如果他套用這件事 就是說 其實所有人都會死的 差到快還是慢 你三年之後 你三十年之後才不會 是啊 我覺得這個 只是中 所有世神者的悲劇 而你當然是特別強力 不是啊 以他們現在來說 出擊很容易死的 三年 可能下一個任務 你已經死了 三年你跑到三年任務 才算 有沒有長命 多一句 可能下一個任務出擊 你就死了 EJ 他也有一件事 就是城內和城外的生活 其實 他是做不到一個對比出來的 龍膽照顧的城外生活 嘩 不差 和城內配給食物 有什麼不同 沒有不同 這個動畫原創 不過說 很神奇 龍膽他偷密一點出來給他們 我怕OK的問題 有沒有偷了這麼多 他已經不是一個人偷到的東西 應該是找一班人 應該是一個人偷到的 應該是 一個人偷到的 那我就算了 胡守衛 他偷到整個谷破的倉 我覺得 首先就是 我們一定是不認同的 就是 他說神與細胞那一節 是完全是多鬼魚的 那一節應該是要在島裡 講島的核心的時候 才要講 因為他這裡連帶 其實是說 為什麼他要建島的原因 因為現在我們是不知道 為什麼要建島 而建島 所以為什麼要用不知道什麼 現在我們都不知道 總之是一些方神的東西 不是 整個 葛伊斯細胞裡面 他們的武器 他們的科技 除了神與細胞有關 但問題是 現在的故事還沒講到 其實你不用這麼快說 我們當他是一種能力 就是神與細胞 就是神與細胞 其實最主要就是 那五分一的劇情 神與細胞的解釋是什麼 他最後是一個萬能細胞 你一句已經講完了 你回到這麼多劇情 然後就講的是什麼 帶出的就是 其實 死神是那個 黑人的女性的博士生出來 哦 都是一句而已 沒有啦 那怎麼辦 然後告訴你 就是什麼 極東之部那個人是他爸爸 那怎麼辦 哦 他們又是沒有感情戲的 那你說你幹什麼鬼 就是你浪費橋段去做這些事情 最後我覺得是什麼 你不是對不起觀眾 你最對不起的是 先畫畫那幫人 首先是 我辛辛苦苦畫完這些東西出來 你叫我寫一段垃圾的出來 不是啊 感謝你們啊 黑白畫得舒服一點 畫完之後 畫動作場面 然後二十分鐘後 畫完它快點 明白嗎 而動作場面更加不要說 其實他根本是很多 是被重就輕的 其實見到是 那就說厲害 多持緩 你看到是張素追不上 在動作場面 很多時候是依賴什麼呢 一閃樓不再說 不再說 必殺技 嘩 這個 Xerkyber更加不要說 嘩 這個血技應該第二代才有 你講法 然後 其實最多用的是什麼 他們用偷雞的方法 就是什麼 身形 突然間一去 小過去 那一下 因為是什麼 是不需要做角色動作 嗯 老實說 喂 看得動畫多的人 一看就看得穿你 這些東西 你老實說 世神社這套東西 那些人看的 世界觀是其中一個 角色的東西 你已經創作了一個 還要在一個所謂的 專輯片裏面說 我們討論了很久 最後都覺得 需要原創主角 我說 我不知道 真是謝謝 你說到 是一個很痛苦的決定 所以我們要創作這個主角 你也明知就說 要創作這個主角 主角是要有特色的 嗯 他這個位置其實是等於什麼呢 雖然沒有 但是 Personal 4 即Personal系列 他的主角都是沒有性格的 其實你現在是賦予性格下去 主角老實說 你做出來 只要不太醜 性格正正常上的話 他的差距是有一個限度的 不是的 Personal 4對 正常的 主角外面來的 他跟這個城市不合 就剛才發展感情 你見故事 成績回他背景設定一樣 沒問題的 OK的 當然他說 他本身有個角色的樣子 但是這個已經設定了 其實 好老實說 世神者有很多所謂的外主 我本身都已經是有一個固有 大家認同的主角 究竟是哪一個 已經有的了 你用回 難不難 我覺得不難 就算你說真的不用他的 再創造到那個出來的 但是你創造到那個主角 是甚麼呢 他跟所有角色 其實是沒有交接 他們覺得巨多交接的角色 是叫龍膽 而龍膽為何信他 因為你打贏了一次 一隻荒神 我就很信任你了 副隊長真的覺得說 我打死了很多荒神 為何我要信任他 而信任他 他在外面來 但是我們在前面的集數告訴他 所有人第一次 都在外面進來的 那為何你信他不信我 唉這些事 感情是你不明白的 我好難理解龍膽這個人 亦都好難理解主角這個人 但是我好同情副隊長 然後跟著你說 他怎樣令到那些人覺得 空木連華這個人 是很厲害很重要呢 就是靠他不出擊的時候 他在司令部 廢了一大堆東西 我想說 他這些常識 前面的集 麻煩你用了他 不要現在才用 所以說 你應該是在外面戰鬥的時候 第一次外面自由無戰鬥 你又要用這些知識了 我在外面來的 我習慣了 我熟悉外面的東西 OK 不是 你現在那一集 突然間才 我醒覺了 我這些知識 你不要這樣玩 而我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在外面來 是他在外面求生的知識 就是他在外面求生 你說 我小時候就在外面 我在外面的生活經驗 有十年 你有幾多年 你兩三年 最多是 那兩三年是 逃難的 那兩三年是跟他們戰鬥的 那又不同 就算你打不贏 你說什麼 我可以跟他抗衡 用普通武器 那 你就造就到空木連華這個角色 就算他好像斷了 武器 為什麼他還可以戰鬥 就是因為 憑著我十年的知識 我一定可以帶你們逃出難關 那就可以了 親友信服力 各式的各性走出來 他特別點都有 OK 但不是動畫 動畫沒有做到 SORRY 動畫做到出來就是什麼 那十年多 他出去的經驗 是 不重要 他出去的表情沒有分別 蛤 怎樣生存 龍膽 Follow Me 你不要這樣 大哥 而更加不舒服的就是 Alissa這個角色 他出來的角色是什麼 沒有 他只是營第一集 然後廢了 營出場的第一集 然後 沒用的 然後 還要被醫生 去到最後那一節 還要洗腦 然後就是為了殺龍膽 我想怎樣 這套角色已經不多 畢生的角色 還要是沒有一個成功 不是 其實這不關事 原主劇本 在遊戲裡面都是這樣的 但問題是 遊戲裡面 不是一個黨戰牌 等一下 這一部分 是前面 前面 很少部分 你當醉醬的東西 就算了 很快就過去了 但動畫真的 很少 很少 很少的東西 當作是貴方做 拉長來做 要覺得劇情好像 沒辦法做模擬 那些人反正 沒有什麼用 不是啊 你要鋪層一個故事 將角色交纏在一起 但現在是交纏不到 沒有啊 你是鋪了關係 我純粹現在是看到什麼呢 我看到一個叫關係表的東西 而這個關係表 是完全吸引不到我看下去的 因為這些關係全部是離開的 那些人是不會因為關係而有這個掙扎 而發展出一些新的劇情出來 關係只不過是說 我老母 就是個博士 我生出來 又弄死了我老母 但其實是不關事的 為什麼他叫死神 喂 難產的東西 我覺得 在現今來說 都會發生的 不是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 好老實說 這個世界很多人叫死神 不是 他的死神 因為他在結局中 凡真和他出隊的人 都會死的 通常都會死的 所以他叫死神 和他同一隊出的 即是說 那 是出隊的人很差的 那我這個承認的人 就是 我們看到這麼多世神者 在整套作品裡面 所有的世神者 其他部隊裡面 我除了用廢這個字 廢 真的廢這個字來形容之外 我是找不到其他字去形容 除了第一分隊裡面 叫做龍膽 壓死神哥哥 和副隊長之外 所有人 都是垃圾 你懂得說 第一分隊 那班已經是精英 下一班是防衛班 所以我覺得 你們死 你們不要賴他 大哥 我覺得是關了姐姐的事 龍膽和姐姐 你見 好像匡目這些 未訓練夠中數的 你出去打 死眼 大哥 未訓練時數未夠 肯定他會死的 告訴你 我覺得是 你的架構有問題 令到那些人死 你賴他 未訓練完 嗯 我一定是天之聰明 OK的了 可以出去打的了 不是吧 你這麼快出去打 你真的訓練多了 然後另外那位 握槍那位哥哥仔 哇 新人來的 是啊 出來的時候 第一件事 什麼 你見到 這些人 老實說 死神哥哥救了多少個啊 那就是訓練有問題 還沒訓練 就拿去戰場打 不是 遊戲裡面 你不說這部分 直接主角出去打 遊戲裡面 但是現實 你錄了動畫 你要考慮這個問題 他們訓練時中 是不是真的夠呢 打幾槍就OK了 出去會死的 還要打大拐 你這麼肯定 所以這套東西 我覺得就是 支離破碎到的程度 就是 你吹吊重練 你不要做第九弟 我抹了頭九閘他 不行了 說定了 他遊戲 和動畫部門一起 夾不住賣特特典 知道嗎 是這麼厲害啊 唯有合裝版的 可以是一起賣的 逼你一起賣 你唯一有人賣嗎 這個動畫是動畫遊戲 宣傳片 一定要出的 嘩 我覺得這個宣傳 遊戲是真的多得你不少 嘩 好 我心裡說 我原本想不買Bullway 動畫動畫 動畫動畫版 動畫版 就省了 不要買了 Bullway 算了 所以我覺得 首先 他用了很多擋箭牌的東西 去鋪牌自己 為何是不行 還有 他做了很多大力 說 其實這個很龐大 我知道God Eater是一個很龐大的故事 但 So what 是 他龐大 而你現在在原創 劇情 他有原本劇情的主作 但又加了自己的東西 重點就是 他改完之後 我看不到他原本劇情 劇情有多大的東西 不好意思看不到 我只知道 就是 故事 是 世界是很大 但是 你說的東西 現在是 現在說的是什麼 我建造一個小島 都不說這件事 現在我是說出任務 你連出任務 那部分 你都說不好的話 你說什麼大故事 極凍之暴 關落也是極凍之暴 不要說極凍之暴 連第一小隊 你都說不好 然後 其他角色 好像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都說這套東西裡面 僅次 我衰些說一句 Presenter最好的角色 第一排名的 是叫龍膽 但其實都不知道他講什麼 總之這傢伙是很神 當然啦 因為龍膽就發釘了 然後 然後第二個角色 就是死神哥哥 而為什麼死神哥哥 Presenter好像 好像 我因為有一個 我有一個很龐大的背景 背景支援就是 我每集都有五分一的劇情 是在說我老母 然後 然後 空目象用了一句 就是 你媽媽不是被你殺死的 他是抱著你的希望的話 然後 死神哥哥 那一刻 我覺得 我不知道 然後 因為就是 嗯 你有什麼資格講我 很有道理 死神哥哥講我的話 你經歷過什麼 你有什麼資格 憑什麼資格講我 我在外面身份了十年 噢 好厲害啊 我覺得我知道 木棍和科神打的 才知道 所以 兔野裡面 除了這兩個角色之外 其餘所有角色 都是WTF BUSHIT 還有十一 十二 十三 你不要這麼快說 不過我覺得不會 你認為他會拍得好嗎 我剛才看到監督是拍 風之境界的矛盾螺旋 你就知道這傢伙 爆肚螺旋才崩啊 告訴你 那個故事不崩 還沒去到很崩 不過因為 叫做什麼呢 你一定要跟衰來的故事 你衰極是有我抱的 他們不改劇本 等這裡改了 那就出事了 當年空之境界就是第六集 改了劇本 就出事了 沒錯 就不會重託這個覆轍 人類總會發重複的錯誤 沒錯 那所以就是 害苦了的就是什麼呢 我們無所謂 我們就當看到笑片 這套畫 我覺得最辛苦的是 要他畫這些畫 要他畫這些畫風的人 那個人 你真是像霍了 你去 慘了 因為我加班廢 不要太慘了 畫了出來 變成什麼沒有意義 而且出來的效果 不理想 就是這個是 令到我還有 我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 突然之間我會想起了一套作品 沒有的 那套作品 雖然是做得壞 但是什麼呢 不用畫了 惡之華 沒有啊 我是取 我就這樣取 偷 偷畫 偷不用畫的極致 沒有啊 那班員工就開心了 做得爛無所謂 你錯了 惡之華有很大作用的空間 如果他的技術 科技再好些 那些畫像同袋一樣 那麼好看 就算你衰 你是衰 你不需要衰些人 你不需要衰些人 你不需要辛苦些人 現在 這個說是衰什麼 你們辛苦了些人 但是這套成果不好 最慘的是 如果他說 老闆拍一下 OK 繼續拍我 國衣有第二代 我一直在動畫化的時候 不然會死 用這個畫風作 很明顯是追不到 其實你根本上是 應該說你是追不到 好似我們看 所謂的白箱 裡面的動畫製作流程的話 你根本上 是很明顯是員工的量 是追不到 你去每一星期有一集的量 他自己都深知這件事 我想是一個星期最多是零點幾 零點七百左右 你追的問題是燒錢 肯定是一集的動畫 可能燒了三十個錢 隨時是 而效果出來就是 你沒有一個研究的劇本去控制 的話是死無全屍 是浪費 現在這樣 世神者是誓了什麼 誓經費 我給你拍完第三代 錢才是上帝 這個世界有一個說法 是 一集燒三十個錢 死了 我給你拍了第三代 記住現在是故事前面那部分 後面那部分還沒做 如果還要畫畫風 繼續畫第二季和第三季的話 那些人會死 可以跳下死 可以 然後說我們說畫風 那就可以拍真人版的仰望風景 我講真的 這班 如果畫得傻了 你就會說 我們可以第二季 第三季 立即跳下 拍仰望風景 我不想畫了 大哥 會死人的 所以 我也是覺得 這套東西現在 對我來說 就是透八集不看 因為沒有八集 我不好意思 他只有六集 有三集是總集片 想看故事玩遊戲 玩黑遊戲算 也是 遊戲劇本正常很多 我覺得 我情形 跟游兒有馬所講 你支持遊戲算吧 這套動畫 都不知道他在什麼 其實現在 究竟 方神武器 我純粹是神與恩子 神與恩子是什麼 他花了很多時間 講完出來之後 告訴你就是什麼 總之 他是很萬能的 他什麼都做到的 方神永遠都 然後他又是 拋了一個問題出來 就是說 我方神是由武到有 是永遠解決不了的 這個問題也是什麼 他也是拋了一些 我不知道這個是原作設定 男人士是什麼 但是他拋了一個設定 就是什麼 世界是絕望的 巨人 我之前沒有寫的篇文 就是 他這套東西跟巨人沒有分別 有個牆圍在身邊 出現一些 攻擊巨人 攻擊人類的怪物 對 有些人是打這些怪物 世界是絕望的 我又看到一個艾倫 我要殺死所有方神 我要殺死所有人 我要殺死所有巨人 他跟一個艾倫有什麼分別 我沒有說這句話 我沒有說過 不好意思 他有說過 要殺死所有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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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OK 但是他殺不完 最後他才知道 他根本殺不完 因為方神是由武到有的 神與因子 會再慢慢凝聚 然後就會形成新的方神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NPC世界生怪 這就是NPC世界生怪 這是什麼遊戲 也很合理 這是一個遊戲世界 所以你才要出任務 所以 還是說一句 這套東西 還是算了吧 老實說 其實 我是看總集片 我是有一個衝動的 總集片裏 我是想幫他配一些新的字幕 幫監督的東西 下面做一個憤怒翻譯完 然後幫他們配一些新的字幕 然後幫他們重演 究竟 這套東西裡面 我做了什麼 不過這件事要有時間 才可以做 太大工程了 算了 這件事 我們去這套 我們去下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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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下一套